告发克文哲图立金华城的市议员钟扫平 再度现身北检 他说有勤资要补充 声称手中已掌握原屋主资料 要检方去查 而不止钟扫平 议员们你一言我一句的案情资讯还不少 8月26号许淑华点名 微金集团高层朱雅虎是克文哲 买下商办的原租客公司股东 李天独好友 而就在31号朱雅虎被检调 以证人身份约谈 检调如果没有掌握关键市政 不会找了很多证人来做说明 微金集团他最新的一次的声明 里面提到内政部的一个施行细则的时候 里面的一些用词 我就隐隐约约记得跟少秀佩某一次的 答复内容是一致的 马上问师傅说他现在人在哪里 师傅跟我讲说他还没有回国 法院新闻稿中首次出现的少秀佩 被怀疑畏罪潜逃中 这说法跟游淑慧很符合 不过少秀佩在2号被讯问后 吴宝赤回但限制住居 我们也很遗憾看到我们的司法单位 竟然每天有这个时间看政论节目 然后透过政论节目来办案 这件事情如何让人民来相信 司法还是有公正性的 我只就程序面的部分去分析 因为程序面的部分 它是一直以来的操作 在每个个案都是这么操作 只是民众党的怀疑 承认检察官的吴宗憲 不认同 TVBS新闻花转三千换柔 台北报道